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你不说 但是我知道你不开心 你知道吗 其实我站在这里很害怕 但是如果我不鼓起勇气 站在这里的话 我相信 我永远都看不到这么美丽的夜景 之前有人跟我说 只要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就要站在高处 往下看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很渺小 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痛苦 也变得微不足道 你看 从这里看下去 不管是深圳 香港 还是全世界 整个城市都变得很渺小 这个时候发现 原来自己的不开心 真的是那么那么的小 全部都变得很开心 很不开心 我觉得 也就是 我爸爸的但鸿鹅 一定会儿 你认为你 感谢人 都是一个人 都变得很私 没有啊 你我的人 是不是 現在的一切 都變得那麼不值一提 你說呢 你知道嗎 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的人 有兩千億個 就像天上銀河系裡面的星星一樣 大約也有這麼多 每顆星星與星星之間都離得很遠 就像我們人一樣 一個人 遇見另外一個人 是兩千億分之一的奇蹟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我是我的什麼 幹嘛 珍惜這兩千億分之一的緣分 故意對你坦白 我不愛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 卻靠得太近 我快騙不過自己 故意壓抑 隱藏我的情緒 故意讓自己和你保持距離 我怕你看出 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我怕靠近你 我怕你不愛你 也不怕你 隨便 找你 其他的故意 裕啊 而且誰 这种时候 你怎么可以没有她的消息呢 你可得堪紧点 免得被人承煦而入 可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了哥 可是你也要把维林看好啊 当然了 你哥我在恋爱上 从来没有失败过 嗯 我知道 哥你是谈恋爱界的高材生 可是你要加把劲 早点把维林取回来 好啊 那就看看到底是 你先多一个嫂子 还是我先多一个妹夫 没有问题啊 不跟你讲了 那晚安了 应该是说声 早安 那我先进去了 好 那我先去哭了 你也不就能走 有个人 这三楼 我先去喝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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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直跟你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他边上的那个 是姚依琛姚总的儿子吧 这两个小子 龙争胡斗的 让我想起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想当年哪 我跟林慎鹏林总 也跟他们俩一样 谁也不负谁 倒想比个输赢 可惜啊 林总英年早逝 他就让我再也没有机会 和他一较强短喽 当年要不是有人使坏耍手段 伯格林身旁 他不会走得这么快 是吗 怎么我听说的故事 是另外一个版本 林总的死 是有人躲场杀人 要这么说 应该跟其他人 没什么关系吧 你说呢胡东 小兵志nad 加油 慢点慢一点 不能太棒了 他得已经逃远了 小兵志nad 好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比赛的关键时刻 究竟是谁会首先冲动我们的重点线 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了 可是最终冠军是谁 还需要我们技术团进行攻击 因为他们的差距非常的微小 非常感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嘉宾评委 还有我们所有所有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 谢谢 他们都跑完了 我在家里晒着太阳好好的 不是你说有奖金 我才不出来受这个罪呢 受不了了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明天拍卖的事情你准备好了吗 资金上面出了些困难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还是照常进行 那就好 如果你觉得成功几率不是那么大的话呢 那就跟我一起回深圳 把王叔伟留到这里就行了 困难常常会出现 但是只要能把它解决就好了 你自己安排妥当就行了 张怀念 他这次是别有用心的 除了拍卖低皮之外 你自己多留点心仰 不要被他麻痹了 妈 你还是忘不掉过去对吧 我知道他以前伤害过你多次 但是最难过的时候 不是都熬过去了吗 对吧 怎么办 你帮你 把这些人放下 你帮你 坐下 你不快乐 我也不会快乐 你真的想要这样子吗 我知道了 竞牌的事情 你就自己看着办法 需要任何帮忙 随时告诉我 谢谢 谢谢 竞牌 竞牌准备得如何 我个人调整资金到位了吗 已经到位了 明天一切正常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次竞牌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一定要密切注意 免得别人也看上 同一块地皮 恒生肢解 知道了 老板 可是为什么每次 都找我去做啊 你明明就还有一个助理 就住在隔壁啊 早就说过 让我住你旁边嘛 让我干活 还要让我跑那么远 每次都得来回跑 是 老板 威力好像醒了 我们找他过来一块工作 怎么不见了 哥不还在这儿吗 是我眼花了吗 小声点吧 别吵醒他 让他睡吧 哦 你还记得我上次 问你的那个问题吗 他说 之前一直都喜欢我 我觉得 或许是真的 是吗 嗯 嗯 老板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链链链的确就在外面 我绝对不会眼花的 这个音乐 蛮好听的 挺 挺让人心动的 嘿嘿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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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洗手间里 竟然还可以谈论天下大事 张叔 有什么话 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吗 还需要专程跑到洗手间来 和胡千宇交代一番 陈总 张总刚刚只是在跟我说 陈氏对二十八号地皮 非常感兴趣 一会儿要在拍卖场上 跟我较量一下 既然您来了 我就跟你表个态 对 恒生对这块地皮 继予厚望 谁胜谁负 一会儿先分枪 胡总真是气魄过人哪 不愧是张叔的儿子 一会儿拍卖场上 也不知道你们父子 究竟是谁输谁赢呢 陈总 怎么会呢 我代表陈氏 胡总代表恒胜 我们各为其主 怎么会念及 父子的情感呢 那我就期待两位 精彩的表现了 胡总 金牌场上见 下面要拍卖的是二十八号地皮 底价是十亿 现在金牌开始 十五亿 十五亿 二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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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臣氏给出了四十五亿的价格 四十五亿一次 四十五亿两次 五十亿 五十亿 五十亿啊 胡千语不是张辉年的儿子吗 一家人还嫁了钱了 万能不是说了吗 他们父母一想不和 各为其主 互相让 亨胜集团给出了五十亿的价格 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五十五亿 十五亿 臣氏出五十五亿 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五十五亿一次 五十五亿两次 六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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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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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六十一亿一次 六十一亿两次 六十一亿三次 成皿 春思一 严贴 三十一亿 这次的战略的战略 真的是太阶子 这次的战略之前 张总 您对这次拍卖的结果满意吗 非常满意 这个地皮呢 物有所值 价钱也很公道 我们已经准备了相对的开发计划 很快就会公布给大家 希望各位对我们将来的计划 给予继续的支持和鼓励 郭总 细节啊 让我的助理跟大家再聊一聊 不好意思啊 各位好 我是陈氏公关部的负责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向我来提议 咸鱼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是父子 只要你愿意 这个地皮还是你的 谢谢张总的货爱 不过拍卖场上一向都是如此 价高者得 恭喜陈氏 拍到这块地皮 请慢用 哎呦 我们要订阅 过来 你 这 让鸣上 在哪儿 你在哪儿 是 谢谢 百分之二十 不是吗 金牌不成功 早就在你的预料之中吧 不过您别担心 我本来的目的 就不是二十八号地皮 而是古铜这块地皮 舒威已经把它给拍下来了 你说什么 什么古铜的地皮啊 荒唐 这么大的事情 你就一个人擅自做主了吗 我看你回去 怎么向古铜交代 蜥蜴怎么了 是因为竞标地皮 失败的事情吗 好像不太高兴啊 太后何止不高兴 这是这个项目的开发材料 和前景运气 我相信董事会的股东们 在看了所有的项目书之后 会了解这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就算邱志兴存心要与我们作对 她也不会故意跟钱过不去 既然这么有信心 今天下午 邱志兴就会召开所有的股东大会 我倒要看看 到時候 你還有沒有這麼大的自信 馨姨 餵 韋玲啊 這次陳氏能夠競牌成功 多虧了你啊 按照我們之前的約定 我會把你爸爸的那個視頻 雙手奉上 我知道 你是擔心倩宇競牌失敗以後 橫盛的董事會 會為難他們母子 我跟你說過了 競牌這個地皮 我只是為了多一些 跟倩宇接觸的機會 如果他們遇到困難 我絕不會做事不管 所以呢 你也不要被太大的包袱 畢竟是件好事情嘛 我知道 我知道張總 您言出必行 但也請您記住今天說的話 不要讓馨姨太為難 放心吧 還要讓我一點 你把你都想 好 我呢 你怎麼會 你自己都想 我自己的心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你不想 要讓個心 你自己想 我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 我 你怎麼會 下一个 我们回去吧 书尉 安排一下回深圳 马上出发 这么快 这出什么事了吗 董事会对我们香港 DP近拍的事情 非常不开心 邱志欣已经召集了所有的人 下午便要召开 全体孤独大会 我们必须在这之前赶回去 不能太委屈了 好 芊怡 我们跟你一块回去吧 好 不用了 你难得休假 在香港多待两天吗 我们还是跟你一起回去 看看董事会 对这次竞拍是什么态度吧 维林你说呢 是啊 我们跟你一起回去吧 好 出发吧 君墨 要不要先带杨阳回去休息一下 我和书尉准备古党大会 刘维林 你先留下 好吧 那我先把杨阳送回去 换上衣服就过来 待会见吧 拜拜 我和书尉还准备古党大会 你也累了一天了 吃点东西 走 嗯 下来 我和书尔阳 我的书尔阳 我和书尔阳 是在书尔阳 那里 我和书尔阳 也在书尔阳 这儿有人吗 没有 最近怎么样 工作顺利吗 挺好的 牧尘 上次的事实在是 你慢慢吃吧 我吃好了 中午遇到个熟人 可以陪我聊聊天了 怎么 不开心啊 工作上遇到点问题 你不是刚调到财务部 工作不顺利啊 别提了 刚被调到财务部 就出问题了 咱们刚刚在香港拍散的那块地皮 不是三十亿吗 我一个不小心 少写了一个零 变成了三亿 送到总裁班 被王特助骂了个狗血淋头 小语 香港那块地皮 拍卖是六十亿亿 不是三十亿 而且是陈氏拍得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对啊 我听李总跟胡总 讲视频电话的时候 说的是 是三十亿 没错啊 而且为了这块地皮 姓邱的还召集所有的股东 说是今天下午要开会呢 应该不会错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 老厉害 你看 请问卖 你不理会 在这儿 还说 我答应有了 你还想把那块地皮 撒不住 你还没想到 你说是什么 你还想把这块地皮 也想给你 知不知道 这个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林小姐 你知道我非常信任你 对谦语和横胜 也丝毫无恶意 没想到 你竟然做出这种 两头其瞒的事情 张总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 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关于股东 这块地皮的事情 我确实毫不知情 我很信任你 所以才会答应当初的条件 您也知道 我需要的东西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怎么可能 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啊 好吧 我相信你 既然按照约定 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那么按照约定 我会把该给你的东西给你 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谢谢张总 那我先挂了 还有 我请你 我很了解 胡心这个人的为人 他虽然做派强势 但口硬心软 他绝对不会做出 有微倫理的事情来 希望你了解 江总 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只是做个提醒 等看了视频以后再说吧 你怎么办 你看吧 你说这回怎么办 好歹我们也是股东了 他怎么能自作主张 姚总 你们新推出的游戏机 上市真是大卖啊 是 火得很 姚氏啊 很快就要上市了 到那时候 您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 是啊 哪里哪里 姚氏毕竟是刚起步 跟恒胜一比啊 简直是不值一提 姚总 你太谦虚了 姚氏 现在是越做越大 姚总 你有没有考虑过 找个人帮你打理打理啊 这样也会轻松一些 我们到时候 玩一玩 溜溜鸟打打牌多好啊 是啊 哪里还要再请人打理啊 我们都知道 姚总最爱的就是她的女儿 姚家的企业 肯定是姚耀 跟她的未婚老公的 是啊 是啊 姚总啊 你一向这么青睐我们胡总 你看现在胡总把衡胜 打理的那是蒸蒸日上啊 将来要是胡瑶联姻呢 姚氏又得胡总 这么一个得力干将 前途啊 肯定不可限量啊 不可限量 不可限量啊 我是很看好千语啊 不过她们毕竟是年轻人 最终还得由她们自己来说了算 不过当真有一天 姚氏的未来 能交到千语手里 那我就真可以放心退休了 是吧 走走走 姚总说笑了 那是我们都会放心地打牌了 是啊 到时候我们一起玩啊 会很开心的 是啊 威灵 香港的地皮拍卖来龙取脉 你应该搞清楚了吧 啦 唯导 般想知道 你应该 norte 这两者本来就矛盾 而且 我想和你一起合作 你是说 一起对抗胡千语 我想赢得我爸的重视 而且 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认真考虑一下吧 不认识 张叔 你看到报纸的报道了吗 胡千语真正想买的 根本就不是二十八号DP 你却还跟他标到六十一亿 简直像小孩子一样 就为了逞一时的英雄吧 结果呢 最后被人家耍了吧 张叔 我们现在这么被动 这个问题 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还没想好 没想好 我看您不是没想好 是根本不愿意想吧 行 既然您没有什么办法 那就按照我们的主意来 这是一个人的理论 就不明显示 我们现在在美国上 我们在美国上 我们在美国上 我们的美国上 就会像美国上 我们以为 我们的美国上 还有一个问题 没问题 我会马上安排 张叔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大举考虑 如果有哪些话 您觉得我说得不对 您也别往心里去 好 我也不多说了 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别了 她很明显 对 去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好的 老板娘 来了 来了 你怎么会来这儿 之前常定数位提起 没想到 第一次来就碰到你了 坐 坐 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是不能喝吗 别这么喝了 别喝了 你好 有没有开瓶器 谢谢 别喝了 这么喝如意醉的 给我 让我喝 喝醉了我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 老板 再来一瓶 姑娘 这酒可不能喝这么猛啊 牧尘 我刚才看见你俩说话了 认识他吧 人家一姑娘家 你得好好照顾人家呀 这男女之间的事啊 说说就好了 说说就过去了 我 老板 不用跟他说 他不理我的 你说你喝这么多干嘛呀 来 坐下 这样吧 我送你回家吧 嗯 吴晨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的 那天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不想那个样子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吴晨 我 我请你原谅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了 你先坐着别动 听话啊 找你钱啊 吴晨 你没事吧 起来来来来 快起来 来来来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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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没事吧 我看这几个男孩子里边啊 你最老实了 没想到 你还挺有桃花韵的啊 花大姐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普通同事而已 普通同事 普通同事的 三更半夜到这儿来找你啊 有活有闹的 还喝成这样 你花大姐又不是傻子 我也年轻过呀 你呀 这叫远男痴女 带回家去吧啊 好好看着啊 快快 这 你还没睡吧 你来花大姐这儿一趟吧 你来花大姐这儿一趟吧 围灵出了点状况 乌春 他怎么了 他喝了很多酒 而且 有点不开心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准 谢谢 不用谢了 赶紧回去照顾他吧 不要再让他伤心了 不过他 乌春 我们是个月的 咱们不在家的 乌春 ателя 他不做了 一爱 将军 想给他 我干嘛 暂时 他没大事 开车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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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慢点